一九八八年 泛美航空 一零三號航班空彈 造成兩百幾十人死亡 時隔三十四年 涉嫌製造炸彈的 利比亞情報官員馬舒德 引渡美國關押受審 受難者家屬一方面為之振奮 卻也倍感欣慰 因為這一刻 他們等了至少六任美國總統 時間倒轉到三十四年前的 十二月二十一號 這架泛美航空一零三號班機 從倫敦起飛 原定飛往紐約 卻在起飛後 三十八分鐘 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爆炸 導致飛機迅速墜毀 造成機上兩百五十九人 地面上十一人遇難 其中罹難者來自二十一個國家 包括一百九十名美國人 以及放假反美國耶誕節的 三十五名學生大學生 此案涉及三名嫌犯 除了馬舒德之外 另外兩名嫌犯 一人遭判無罪 另一人則因為癌症病逝 據馬舒德是在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遭美國司法單位起訴多項罪名 並在利比亞路網 這場意外被認為是2001年911事件發生前 針對美國最嚴重的恐怖攻擊 白宮也發布最新聲明表示 這是美好的一天 因為正義終於獲得領章 進行李杰 中文報導